第三 授记 长行重颂并授记 孤起 这是第四 无问自说 这是第五 孤起无问而自说 第六 是因缘 第七 是比喻 第八 是本事 第九 就是本生 第十 就是方广 第十一 就是未曾有 第十二 是论义 合起来 这叫十二份教 这十二份教 里面又翻出有大乘 有小乘 所以后面说 一份大小 那么这个大小乘啊 现在 这十二份教 哪一份是大乘 哪一份是小乘呢 现在不讲的 你想要明白吗 就要到下边那个十葬品里 来再说清楚了 你要不想明白吗 你就糊涂糊涂的 就去糊涂去 要想明白呢 就要听十葬品 那才能说清楚 现在呀 不过告诉你这么一个 明目而已 所以呢 这个十二份教 现在只说一个名字 不详细的讲 不详细的讲 有一个人呢 很坏 他要打起妄想 打什么妄想呢 他说 我想听听听 你又不讲 当然你是不会讲吧 你会讲 为什么不讲呢 不错 我就是不会讲 所以就不讲 那么你要会讲 你可以来讲啊 你讲经给我听 我是啊 更欢喜 那么 不管你打什么妄想 不管你怎么坏 我是不管你的 啊 那么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 决定就是不讲这十二部经了 我讲啊 讲什么呢 讲一讲啊 这个佛教 这个佛教啊 是什么地方的佛教啊 从什么地方来的 啊 佛教 是无所从来 无所去 啊 有所去 这不对啊 佛教是从印度来的 啊 释迦牟尼佛 生在印度啊 幸亏你告诉我 你不告诉我 我都忘了 这个佛教啊 也不是印度的 也不是中国的 也不是日本的 也不是纤罗 也不是面殿 也不是西兰 这佛教啊 是世界的 啊 是这个宇宙的 是这个所有人呢 的佛教 所有众生的佛教 你要把他啊 认为是 印度 回着中国 回着日本 回着是先罗面殿西兰 啊 越南 的佛教 那就错了 因为这个佛教啊 是教化众生的 众生啊 是一个的 没有国际啊 那分别 这个佛教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所以一切的国度啊 皆有佛教 那么这个佛教 也不是美国的佛教 不过每一个国家 他自己啊 风许习惯 把这个佛教啊 啊 的样子 改变了一点 那个佛教的本质呢 本来的样子啊 啊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叫人呢 明白真理 啊 去私立功 把这个私心要没有了 把这个功心要存在 啊 不要 有一个民族的 啊 国家 的观念 有一个种族的观念 或者啊 有一个国际的观念 没有彼此之分 大家 天下一家 啊 万国一人 啊 这个普通啊 我们信佛的人呢 都应该啊 把自私自利啊 的心去了 这就是佛教 你不去自私自利的心 你就是佛教 我也不承认你是个佛教 为什么呢 你根本就不明白佛教 你要明白佛教 啊 就不应该啊 有自私自利的心 所以啊 你啊 你来 认识佛教 就要啊 看看他有没有自私的心 有没有自利的心 啊 说是 啊 法师你讲这个道理是不错的 但是你怎么还 啊 住持这个金山寺 旁人要来住持可不可以 你要是愿意来我随时就让给你啊 只要你欢喜 就可以了 啊 我绝对不会啊 说啊 不行不行 这是我的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 那么以后 我无论哪一个 要愿意来到金山寺做住持的 我是万二万万万万万万分的欢迎 绝对不是呃欺骗人的话 究竟 这个佛教什么叫佛教呢 你们大家小佛教小了这么久 把这个问题来来答复我 什么叫佛教 佛教啊 我告诉你们 就是众生教 没有众生也没有佛教 佛教就是众生教 你不要啊 离开众生再找佛教 啊 众生教也是心教 也就是人人都有个心 啊 就有个教 这个教啊 不是从外边得来的 是你自己本有的 啊 你信这个教也有这个教 你不信这个教还有这个教 因为人人都有个心 你不能说你没有心了 你要没有心就没有这个教 啊 没有教就没有众生了 没有众生就没有佛了 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啊 叫众生教 又叫佛心教 又叫佛教 这个三个名字不同是一个的 我再给他起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名字 就叫什么教呢 就叫人教 人教 人人的宗教 这个不是啊 你信不信都有这个宗教 不是你不信 就没有这个教了 你信就有这个教 不是的 信不信 都是有这个教的 这叫人教 啊 除非 你不愿意做人了 就不 不需要小这个教 你愿意做人 就应该小佛教 小佛教 啊 不但会做一个好人 又可以做一个 善人 不但会做一个善人 又会做一个贤人 不但可以做一个贤人 又可以做一个圣人 啊 这个圣人呢 是圣贤的圣 啊 不是圣下的圣 不是在人里边的 人家都不要了 说你 咱们都是人 你不是人了 你可以再到一边去圣下 人里边圣下来的 不是的 这就圣贤的圣 那么又可以说是 你小这个教 就可以做菩萨 做俄罗汉 啊 究竟就可以做佛了 这个做佛呢 就是我们人呢 反本还原 到我们本来的那个地位上 我们人人呢 都是佛来的 就因为啊 把路走错了 走错了 啊 越走越远 越远呢 就越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所以就在外边呢 飘飘荡荡 啊 就做一个穷子 你要 回到家里了 你爸你呀 就好像在衣里呀 那个明珠自己得到了 所以这个佛教 就是众生教 就是新教 就是人教 啊 我 给你们讲这么一些个名称 你们一想 哎 是这个名字怎么方才我想不起来呢 啊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了 你就不要再忘了 有人再问你你就会想起来 所以我再告诉你们一句 不要等到我问你你答复这个名称 我要再问你啊 又不是这个名称 又要改 你再答复这个名称呢 那我还不承认 所以 这个法无定法 也就是这个样子 小佛教 小来小去 要小一个什么呢 就要小一个角 法弥归角 方才 有人说是佛教是 Lightman Lightman work 就是佛你所不佛的 你所不能佛的 你要佛 佛佛什么 佛佛你的贪心不贪了 佛佛什么 佛你的称心不称了 佛什么 佛你的痴心不痴了 这个贪沉吃这个三毒 消灭了 戒定会 这个三无漏小 增长了 你消灭贪沉吃这个三毒 这个业障 就清了 你增长 这个戒定会 三无漏小 你的智慧 菩提 一天比一天 也就大起来了 所以 我们小佛的 不要着急 我怎么还没开悟呢 你要开悟做什么 开悟还一样要吃饭 开悟还一样要穿衣服 开悟也是一样要睡觉的 不过 吃饭 是中日吃饭 未吃一粒米 一粒米也没吃 中日穿衣 未穿一缕沙 连一条线也没穿 中日睡觉 他也没闭过眼镜 你说这是什么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话 如果我就这么乱讲 你听得懂啊 就会开悟 你听得不懂啊 我就把你的时间 给你 用了很多 用了很多你的宝贵时间 二者诸宗力教不同 今当料时 足 高水 福 调海冲神 法云尼曼 之光无忌 妙边 颍穷 这个窖有两种 第一是通向 前面所讲的十二份窖 十二份窖 又有大秤又有小秤 等到下边 在这个十当品里边就会说清楚了 现在说诸宗立教不同 诸宗就是所有的一切宗 佛教有天台宗 前手宗 法相宗 唯识宗有很多 每一宗都有它的这种理论 叛教的理论 所以有各宗与各宗不同 你有你的宗旨 我有我的宗旨 所以说是不同 也可以说是同 怎么说不同又可以说是同 同是佛教 并不是外教 不过宗旨不同而已 那么教理是大同小异的 精当料实 现在呀 大料的 把它解释一下 不要详细的解释 因为详细解释 是 用了时间很久 所以就简料的来 讲一讲 佛教海 充神 这个佛啊 是个虚字 就是 一个 一句话说完了 那么这是又一个开始 前面那 是六十 现在 是佛教海充神 佛教 就是一代识教 一代识教 佛所说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教 就是佛教 这个佛教 游入大海一样 所以叫教海 这个海 是无边无岸 所以佛教也是无边无岸 所以佛教也是无边无岸 充神 充就是充和的意思 深 就是 非常的 深远 不知道 它这个底有多 有多深 这个大海也是这样 佛教也是这样 这个大海 它不具细流 所有一切的江 河 湖 海 这个 大的 窗 小的 这个漆 它流到海里边 那么 可不能啊 在这海 里再向外流 所以啊 万流归海 海 可不会归到万流去 啊 这就是啊 其他的宗教 不论你是旁门外道 终究有一天 你要归到佛教里边来 佛教呢 可不会再归到其他的宗教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宗教那个范围太小了 它那个意义啊 太窄 狭窄 不是一个 无量无边的 所以这个教海呀 是充神 法云 迷茫 法 就是佛法 云 好像那个云似的 也好像那个鱼似的 云能引万物 令万物啊 得到清凉 鱼呢 知人万物 令一切万物得到生长 万物是什么呢 万物就是一切众生 一切的有情无情的众生 包括在这个万物里 迷茫 迷茫 迷茫呢 就是周边而充满 的意思 这个法云呢 周边而充满 来立一切的众生 令一切众生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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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一天 增加善根 一天 比一天 圆满菩提 所以啊 这叫迷茫 法云迷茫 智光无际 智光 智就是智慧 智慧之光 智慧之光有多大呢 有多小呢 但是 它是大无外 小而无内 你说大 没有再比它再大的 你说小也没有比它再小的了 这个智慧光 你没有一定的限定 它无际的 没有边际的 妙辩 可穷 妙辩 也就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辩才 无外辩才 这无外辩才有四种 有词无外辩 所说的这个言词啊 啊 极美丽 又好听 啊 此无外辩 法无外辩 这个法呀 依法 出生无量法 无量法 又归依法 依为无量 无量为依 无量无量依 而不依 啊 有依法 而生无量法 也没有多 有无量法 又归为依法 也没有少 啊 法无外辩 义无外辩 这个义就是义 这个义里呀 也是无 无障碍的 这种辩 啊 乐说无外辩 欢喜说法 啊 那个人为什么 讲法讲的那么好呢 就因为他欢喜说法 那个人为什么不会说法呢 就因为他不欢喜说法 不欢喜说法 你叫他你讲讲经吗 哎 我不讲 你叫他 是练习说法 嗯 我不会说 你看 那个本来的面貌现出来了 也不知道他是要哭啊 也不知道他是要笑 本来他愿意讲 他故意说不不讲 本来他 啊 啊 愿意说 你叫他说啊 他说他不说了 啊 这是啊 乐说无外辩 啊 乐说无外辩 嗯 嗯 那么这个 四五外辩 也不能啊 穷尽 这个道理 不能穷尽 这个智光的边际 所以啊 啊 这叫啊 破穷 破穷就是蓝穷 哎 你不言全言举之礼 以无辩之辩 并无穷之极 在前一段文呢 说说 这个智光无际 这个智光无际 妙便颇穷 所以啊 这一段文就说啊 以不言之言 本来呀 真实的道理没有可说的 所说出来的 都不是真实的 因为能说出来 啊 这就是啊 变成一种啊 语言可以说出来的 但是你要不说这个不能说的呢 始终是没有人明白的 所以啊 以不可以言语来表现的 这种的道理 再用啊 言语来把它表现出来 这叫以不言之言 全言诀之理 啊 才能啊 全显出来 这没有言说的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实相的理体 实相无相这种的道理 这种的道理呀 没有法子可以说的出来 没有法子可以说 是不是就不说了呢 不是的 啊 你还要啊 说出来一点道理 才能啊 把它显出来 显露出来 啊 也就好像啊 你那个伊礼的明珠似 你那个伊礼明珠 本来是在你那个伊礼 不必要说 你就应该知道 但是 你因为啊 迷了 迷而不绞 你伊礼一边呢 衣服里边 那个宝珠啊 必须要有人告诉你 说啊 你这个衣服里边呢 有一个无价的宝珠 你为什么不用它呢 啊 有人这么告诉你了 你才会用这个宝珠了 啊 那么这个宝珠呢 它本身 没有言说的 这个宝珠本身呢 不会说啊 我这个宝珠在 在你这衣服里边呢 你来用我吧 它不会的 那么 必须要有人呢 说出来 这种啊 言诀的理啊 也是这样 陛下有人给你指示出来 说你呀 本居的佛性啊 和佛是没有分别的 就怕你不肯修 如果你要是啊 想修的话 就一定会啊 成佛的啊 为什么呢 你居足这个成佛的 这种的佛性 也就是啊 居足啊 佛性的种子 啊 以不变之变 以无变之变 本来啊 这个实相理体 沾如实相呢 没有什么可说的 它也不变的 它是随远不变 不变又随远 啊 长随远 可是长不变 长不变呢 它有长随远 就是这样 所以啊 用这个不变之变 不变这种的变化 就是不动的这个动 不动的动也就是静 啊 啊 也就是啊 你看着它像动啊 它本体没有动 也就是你有修行的人 见着这种警戒 不被这种警戒所摇动的 啊 这就是不变之变 啊 不被它摇动 你看着好像它动了 可是它没有动 啊 为什么呢 它这个定功啊 神厚 所以啊 它是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的 啊 婴 无穷之机 这个婴啊 就是一种感应 啊 感应道交 所谓 千处祈求 千处婴 啊 这个婴 婴这个鸡 有一千个地方求观世音菩萨 啊 那观世音菩萨就帮助一千个人 去 解决他的问题 有一万个人 求观世音菩萨 啊 他也就帮助一万个人呢 解决他的问题 啊 你这一定要信 你要不信 他就不能有感应 你要信 他就有感应 就好像啊 这感应就像什么呢 就像那个电灯似的 电灯你要把那个线接好了 啊 你开那个 电的开关呢 他就有光来 你要那个线没有接上 你单单就放那么一个开关 你开开 他电也不来 关上电也不去 他也无来无去 啊 也无所从来 也无所从去 啊 你一定要把那个线接上 哦 你愿意他来就来 愿意他去 他就去 啊 这就是感应 一种感应道交 啊 回来啊 这个比喻不太 嗯 合乎啊 这种的 道理 可是啊 勉强啊 你要这么一想 也就知道那个阴了 那个阴 也就是这个 这个道理 啊 隐无穷之极 你看那个电 你接上多少条线 啊 这有千门万户 三盘市 所有的家庭里面啊 都有光 都有这个电 这就叫我无穷之极 啊 每一个家庭都有 有这个光明 有这个电的光明 这就无穷之极 就应了 啊 佛的感应也就是这个样子 啊 也就是这样子 你呀 除非你没有诚心 你要有诚心 就有这种感应 所以这叫 隐无穷之极 即位 所成 善情 难易 什么是即位呢 这个即位 就是说那个地位到极点 地位到极点 地位到极点 是什么地位为这极点呢 这是啊 说的实地菩萨 就是说花眼睛这种法呀 实地菩萨才能啊 完全领受 完全呢 承荡 这个承荡 就是承荡 就是接受这个道理 在九地的菩萨 也不能呢 完全接受这种道理 这又啊 有一种比喻 有什么比喻啊 就好像啊 那个缩解罗龙王 这个龙王呢 是个大龙王 他所下的雨 只有海里啊 能承受得了 其余的地方呢 他受不了 因为他下的太大了 这华眼睛呢 就好像这个海似的 能承受啊 这一切的气流 有华眼睛 就啊 有这个即位 实地菩萨 他才能承受啊 啊 这实地菩萨 又好像这个海似的 能承受啊 这其他的气流 所以这个佛法呀 你讲 你把它 怎么样讲 怎么有道理 不要讲的死板板 啊 人在这个 牛耀也讲的时候 不要死板 啊 要讲活动起来 这活动 你就看着 怎么有道理 你就怎么讲 啊 讲过来也有道理 讲过去又有道理 啊 这都可以讲 只要讲得通就可以 这个 所以啊 十地 十地的菩萨 十地菩萨 也就好像大海 佛说这个花眼睛 这个法呀 只有十地菩萨 能完全了解 明白 那么现在是讲过花眼睛 这个讲啊 谈不到讲 啊 真要 讲的花眼睛啊 就这一个字 都要讲几年 啊 那讲过来讲过去 那奥妙无穷的道理 不可穷尽 没有法子讲得完 那么只可以讲一个大概 意思 要是完全讲 那么也不是十地菩萨 怎么会完全讲呢 我讲的我也不是十地菩萨 你们听的也不是十地菩萨 所以我们只可以知道一点点 好像啊 在那个大海里 所以 饮水呀 你把它饮饱了 你不渴了 但是那海水还是那么多 没有少一点 不说啊 你饮一肚子水 我饮一肚子海水 把这海水就给少了 几嘎伦 不是这个意思 还没有少 那么讲花眼睛啊 所以讲来讲去 还没有讲 啊 你们也没有听 你要听 早就开悟了 我要讲 我也早就开悟了 所以大家都没有开悟呢 是个明白一点点 今天明白一点点 明天又明白一点点 明白来明白去 啊 将来是有开悟的一天 等着 你要有 要有耐性 有忍耐的性 不要着急 说啊 这讲这么长 看啊 你活了六十岁 你也没有 没有认为长 怎么要讲六年 花眼睛就要长了 活六十岁 尤其外国人 我还很年轻呢 I am really young 你看 他又蹦又跳 所以啊 你听花眼睛 也要这么 听了也 越听越欢喜听 我讲 越讲越欢喜讲 啊 那么讲来讲去的 啊 我今天对这个 那个那个 Pooking 我对他们讲 他们来三个人 我说我一天到晚 在这天天都是骗人 你不愿意被我骗 你就跑啊 也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啊 你愿意被我骗 就坐下来谈一谈 就是这样 那么 烦情难测 各位啊 这个 你们到底 我要去见到这个 少爷老法师 这位老法师 就是烦情难测的人 他修行怎么会被你们知道呢 啊 他要被你们看见 他是个修行 哎 又不是菩萨了 菩萨就是叫你不认识 啊 你认为他是菩萨 他又不像 你要过去了 知道了 那又完了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 来到这国家 这些个哪一个法师都比我高 比我有道德的 这是我的的确确知道的 所以你们不要不认识他 哎呀懂啊 因为这种关系 所以今天我就坦白了 我就支撑说 我就是个骗人 因为什么呢 他们三个里头有一个 就是因为 对我不相信 说好像我骗人 所以今天对他 就是对着他 就要这么讲 就要这么讲 我就是骗人 你不愿意被我骗人 就跑 跑了但是会后悔的 经常离教之力 六起四门 一大一离合 二古今尾瞬 三分钟离教 四颂相会通 在昨天所讲的 是这个实地菩萨 才能承受 这花园的教法 凡复啊 这种情感 是不能明白 不能知道 不能了解 所以现在 在讲呢 这个离教 今秤离教之力 现在呀 这个秤 秤座 也就是 好像骑马 叫秤马 坐船呢 叫秤船 秤 秤座 秤座的意思 也就是啊 借着她的意思 现在呀 这个秤 不是说大秤 小秤啊 秤 也可以说是大秤的秤 不是小称的称 这是大称的 礼教的力量 那么也可以说 称戒招啊 这个礼教的这种力量 礼 教 这个力量 了起四门 这个礼教的 这种力量 减料的 把它 开启 作为四个门 这四个门呢 第一个门 就是大义离合 这个 教理的大义 它的分开 又再合起来 这个离啊 就是分开 合啊 就是合起来 第一个意思 又分开 又合起来 第二呢 古今伟顺 胡 就是过去 今 就是现在 那么这个 这个经呢 我们现在说 这个经呢 又是现在的古了 因为不是现在说的 是唐朝那时候说的 这个录音大眼是旧的 是唐朝的时候的 所以啊 现在我们要是讲起来 这个经又是个古了 又不是经了 那么今 现在的经又变成将来的古了 所以啊 这个 古今伟顺 古来啊 所有的人 诸解这个经典的 它的意思 是对啊 是不对 啊 唯 就是违背 顺 就是 对了 三分钟立教 第三呢 啊 分开 一个什么钟 立开一个什么教 四 总相会通 第四个意思呢 第四个门呢 就把它种起来 种到一起 汇通 拥汇贯通 把它 放到一起 来啊 合到一起 也就是啊 好像那个 烧铁的 这些时候 都把它放到一个大炉里啊 把它烧化 对啊 总相会通 拥汇贯通 把它 合到一起 敬出 一皆喊,得是故耳 现在是一开始 所以叫金初 一开始 来讲这个离合 这一门 西渔东下 西渔就是印度 东下就是中国 因为印度在中国的西边 所以叫西渔 中国在印度的东边 所以叫东下 中国又叫华夏 红残之流 红就是弘扬佛法 残 也就是残阳正教 嗯 弘扬佛法 残名啊 这个正教 之流 就是这个流呢 就是这一类的人 就是这个法师 这个流啊 这个流啊 不是说流水的流 啊 不是说啊 这个 水往东边去流 或者往西边去流 或者说这个佛法 从印度流到中国来 这个流 不是这么这么样讲 之流 这个流啊 就是那些个法师 那些个法师呢 怎么样呢 于一代上年呢 于这个一代 一代啊 就是佛啊 这一生 这叫一代 佛说法四十九年 谈经三百余会 啊 这一生啊 所说流的这个圣言 这叫啊 一代 就是佛所说的这个教理 经典 教理 这叫一代圣言 什么叫圣言 圣人之言 不是啊 凡夫所说的 是圣人所说的 这个圣人呢 就是说的佛 佛所说的 嗯 嗯 但是其中也有菩萨说的 嗯 嗯 也有罗汉说的 也有天人说的 不过总而言之 这就是啊 都得到佛的印证 佛说可以的 你这个 是说的 嗯 可以 成为啊 成为啊 或者成为论 能给印证过 这叫啊 一代的圣言 那么在这个一代圣言呢 那里边呢 本来都是一个的 啊 《法画经》 《花园经》 《法 Deutsche Mike》 《四贵瑟 Jahre》 《法画经》 《四贵文》 «一代圣言》 《法画经》 《花园经》 《华原经》 《花园经》 《来律一注》 《每一个法事》呀 》 《他舆言》 你不要想了 说来我也《 fant grand》 那么我也就变成一宗了 你现在这一想,这就是一个妄想 你要真到立宗的程度上才立宗 没有到的时候,我可以打这个妄想 所以我不立宗,不立宗也不行 还得要立,但是得要到那个 资格上,不到的时候不要立宗 他什么时候呢 你叫天,天就答应了 你说天,他说耶 你叫地,地也答应了 那么那时候可就可以了 也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天龙八卜来拥护你 各处给你传报 这个是立一个宗派的一位祖师了 或者像这个信徒 这个天龙八卜去给 叫他们做个梦了 或者叫他们看见你 或者有种种的灵异 有种种的感应 天龙八卜都来拥护你 天龙八卜告诉你,赶快去听经 本来他没有不愿意听经的 他在做梦的时候 说你怎么不去听经呢 某人讲经 好像印光法师 在这个 上海讲经的时候没有人听 印光老法师那么老的资格 闭关闭了十八年了 到南京讲经 就一个人听 他一个人听这也不错 我也给他讲 感觉一天上华座就问 说你听的我讲经教的怎么样啊 他希望就是这个听经呢 对他讲说 我很欢喜听你讲经 你讲的真不错 可是这个人答复的正相反 这个人说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我在这等着是收这个凳子呢 这个的你讲完了 我把凳子好收起来 放到一边不占这么多地方 啊 印光老法师一想 哇,我以为这是一个知音的 听经的人 原来他是做工的 一边收凳子的 那意思就是 我讲的越快 早一点下座才越好 早一点不讲呢 这是最好的 由此之后啊 就再就发愿不讲经了 那么以后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在上海啊 这个居士林 第一些个居士 是吧 很知道 燕光老法师这种道德 在 葡萄山闭关 闭了十八年 啊 就请他讲弥陀经 在这个时候就有个女小城啊 根本他也不知道 呃,居士林啊 和这个燕光老法师啊 和谁谁的 啊 他不知道 那么他就做梦 做一个梦啊 就梦间呢 有个人告诉他 说你应该到上海呀 去听弥陀经去 呃,大师之菩萨 在这个 上海居士林 那讲阿弥陀经 你赶快去听 听一听了 啊 这个女学生根本她也就不懂佛法 从来也没有 听过什么叫弥陀经啊 什么叫这个大师之菩萨 啊 可是做这个梦梦的很清楚 那么就 第二天呢 看报纸 报纸上果然有 这个 这个 运光老法师在上海居士林讲 讲阿弥陀经 这个消息 于是乎啊 他就去了 去到那天啊 一听 那么听得很有意思 于是后他就皈依了 皈依印光老法师 皈依之后 他对跟印光老法师讲 说我本来不信佛的 我就因为做个梦啊 说是呃 有大师之菩萨在 在居士林 这是讲阿弥陀经 我第二天一看报纸啊 果然有这个消息 是印光老法师在这儿讲经 哦 就是大师之菩萨的化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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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